山东租城挖出朱元璋儿子 朱坛领木 当考古专家打开棺果时 所有人都被里面难闻的气味 熏得睁不开眼睛 然而让专家感到吃惊的是 一具被四段金团龙袍包裹的尸骨 保存的十分完整 在他的腰上系着白玉带 桌上还带了一对金针 随后出土的一顶九流棉 更是直接轰动了整个考古界 因为这是中国迄今为止 唯一一顶亲王所使用的冠冕类食物 墓中还相继出土了万年灯大纲 木钓仪杖队以及数量众多的明大器物 这些明器大多数都是明朝皇族 当时使用的日常生活用具 这也给研究明朝历史提供了极大的考古参考 然而就连猪坛生前使用的挖耳勺 牙签等用具都是用金子制作而成 可想啊 当时鲁荒王猪坛的生活是多么的奢侈 更让考古专家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墓中还发现了一套文房四宝 还有围棋字画等珍贵的历史文物 那么这座亡灵到底是怎么被发现的 墓中又出土了哪些西式珍宝 保持你的好奇心 双击点赞加个关注 今天小鸡带你揭开 鲁荒王猪坛亡灵之墓 事情发生在1969年的冬天 当时在山东省邹成市 发生了一起盗墓案 而盗掘古墓的不是别人 正是陵墓周围的村民 这座古墓位于邹城市九龙山的南路 然而只包不住火 很快这些村民被公安机关一一抓获 农务部门赶到现场以后 一眼就看出 这座墓葬非同一般 应该是一座帝王级别的亡灵 因为它恰好建在九龙山的龙头位置 对面又有一座珠山 所以拼接起来就是九龙系珠的意思 墓葬坐北朝南 地理位置极佳 在古代人们相信誓死如是生 他们认为人死之后到了阴间 仍然过着类似阳间的生活 经过考古队员的进一步勘察 专家确认这是一座明代皇族墓葬 但是当时国家对于古代帝王这样宝贵的皇陵 国家向来不主张主动发掘 因为地下的文物一旦离开了原有的密封环境 就会遭到某种程度上的破坏 郭沫若发掘明定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由于当时技术各方面还不够成熟 打开定陵之后 很多珍贵的文物都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明定陵的发掘也是中国考古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失误 也是郭沫若一生的痛 在国家不让发掘 我认为是对的 从包裹角度在下面还可以继续包裹 在有条件的时候将来可以再发掘 现在你要都发现在 丙流什么 你都记过这边 你包不了人家 然而九龙山发现的这座古墓 已经被盗墓贼盗掘过 虽然没有盗走什么文物 但是古墓已经脱离了原有的密封条件 所以考古队员出于对古代文物的保护 最后经过商议决定 对这座帝王级别的皇陵进行抢救性发掘 然而当考古队赶到现场以后 却被眼前的一幕气得灭红耳赤 只见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 被挖得面目全非的大土坑 经过对盗墓贼的审问才知道 他们曾经使用过炸药对其进行爆破 但是始终没有找到墓门 这也让专家们松了一口气 因为这座大型墓葬一般都是十墓九空 陕西的秦景宫陵墓就是一个例子 当时专家刚刚开始发掘 就发现了超过250多个盗洞 墓葬里的文物也是被洗劫一空 刀中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 这个有些刀中这个坑底特别广华 刀中是多次利用 十三情况多次利用 这个刀中就是饿的 这是饿完的 过几天我缺东西了我就下去 再过一段时间钱还完了 再下去拿几件东西买别钱 还发现了当时那个就是那个塞子 那就是刀墓的人下去以后也寂寞的 有可能三两个人进去以后 飘个三叶干什么的 让专家庆幸的是 眼前的这座墓葬 只是表面的土层被盗墓贼挖得面目全非 并没有涉及到墓室 1970年4月中旬 抢救性发掘工作正式开始 然而发掘进行到20米深的时候 专家们就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 只见东西排列整齐的十条 出现在所有人眼前 那么这会是墓室的墓门吗 漂亮漂亮漂亮 完完整整 厉害了 这个东西确实 哎呀 那么 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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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邹城市挖出朱元璋儿子朱潭领幕 刘伯温亲自为其选择墓质 出土超过2000多件西式珍宝 就连牙签 挖耳勺这种日常使用的生活用品 都是用金子制作而成 出土的各种金银玉器 更是让专家两眼放光 随着发掘的深入进行 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些排列整齐的石条 起初 专家以为挖到了地宫的墓门 但是 由于地下灯光昏暗 考古队员也无法判定 只能继续向前发掘 然而 当他们挖到30米深的时候 让人猝不及防的意外发生了 突如其来的 他方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作性没有人员伤亡 然而就是这次意外的他方 让古墓的门楼全部显露了出来 结合之前发现的石条 考古队员恍然大悟 原来 这些石条是用来保护 木门门楼建筑的 防止上面的夯土过重 门楼承受不住而倒塌 此时 考古队员却从门楼的上方 静止穿了过去 这个情况也让大家始料未及 至于木门究竟在下面有多深 仍然是个未知数 经过考古队员的共同努力 大木的整个木门终于显露了出来 然而 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再次出现 木门前堆砌着严密厚实的青砖 是用来封堵门墙的 想要打开木门 就必须拆除这堵封门墙 考古队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将封门墙打开 此时 整个陵木地宫的大门 总算出现在众人眼前 在木门上 还有一把大锁 专家把锁锯开以后 却怎么也推不开木门 由此 考古队员猜测 应该是有自来石 顶在木门后面 自来石是一种 皇家墓葬中 经常使用的防盗机关 当领木修建完成之后 木门外的工匠 关闭木门时 自来石借助本身的重量 缓缓落下 慢慢降低 直到顶端 与木门上凿住的草口对接 最后 木门严丝合法的关闭 巨大的自来石 就这样自动顶在木门内 然而 考古队员使用手电 顺着门锋向里望去 却没有发现自来石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考古队员重新对木门 进行了研究 最后发现 原来 木门被上面 门楼的石头压住了 以至于把木门 都压得下沉了 专家也是第一次 遇到这种情况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如果贸然 把上面的巨石移开 整个墓室 都有可能全部坍塌 到那时候 别说文物了 就连人都得在里边陪葬 考古队员 只能找来村里的石匠 在木门上 开了一个大洞 然后派名身材瘦小的队员 进入木室内部 将木门打开一扇 另一扇门 则是原地不动 作为顶梁柱 这样也可以 避免木室坍塌 当考古队员 进入到木室以后 被眼前的景象 惊掉了下巴 首先 进入视线的是 一盏万年灯大纲 万年灯 又被称为长明灯 其作用就是 消耗掉 木室内部的氧气 使死者的尸体 和陪葬品 得以更好的保存 地面上 有一层厚厚的淤泥 淤泥中 盗主都是木涌 根据木室的情况 可以判断 木室内部 并没有被盗的痕迹 而是完整地 保存了下来 这样专家们 喜出望外 随后 在木室的前世 考古队员又发现了 一些造型奇怪的木涌 有手持各种兵器的 有打鼓吹敌的 而且 这些木涌手中的鼓 造型十分怪异 并不像中原地区 常见的鼓 中间细 两头粗 还有吹唆呐和吹声的 这阵仗就像 已知举行葬礼的乐队 然而 一个新的难题 再次出现了 由于木室没有光源 是粉黑暗 这也使得 清理文物的工作 异常艰难 当时条件也十分的有限 想要通过灯光 来照亮整个木室 只有通过自己 发电的方式 才能解决 经过考古队员的协调 在周围村子里 借来了发电机 通上电以后 黑暗的木室 被照得清清楚楚 清理工作 也开始正式进行 然而 清理刚刚开始 角落里的考古队员 就发出了一声惊叹 快看 我这边挖到宝贝了 这一张 所有人都围了过来 只见 一个贴满金箔的木匣 被清理了出来 打开木匣 巨大的惊喜 瞬间降临 里面的小木匣中 放着一枚木印 只见 在印章上刻着 鲁王之宝 四个大字 那么 这个鲁王会是谁呢 经过考古队员 翻阅大量史料 确认了木主人的身份 在燕州府至中 有这样一段记载 黄明鲁王王园 在县东北二十五里九龙山 通过史料记载 加上出土的印章 专家判定 这座陵墓的主人 就是朱元璋的 第十个儿子 鲁王王朱潭 这也让专家 对随后的发觉 充满了期待 漂亮漂亮 完完整整 这个东西确实 哎呀 那么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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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东省邹城市 挖出朱元璋儿子 朱潭领墓 刘伯温亲自 为其选择墓植 出土超过 两千多件西式珍宝 就连牙签 挖耳勺 这种日常使用的 生活用品 都是用金子 制作而成 考古队员更是高呼 我从来没见过 如此奢华的陪葬品 紧张的发觉工作 仍在继续 这时又一个竞起出现了 只见 两把铁织的钥匙 呈现在人们眼前 专家断定 这应该就是打开 后室门的钥匙 果然 后室的门被轻易的打开 随后 专家开始对后室进行清理 首先清理出来的是 朱潭的棺果 然而 棺果却不在原有的位置 这也让专家感到十分疑惑 难道 有谁来过这里 想到这里 所有人都怀着一种 忐忑不安的心情 随后 众人才发现 原来是 目中长时间充满积水 将棺果冲到了一边 这也让众人 悬着的心 落了下来 考古队员在 清理前世的时候 并没有发现什么 有价值的文物 所以他们把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在了后室 果然 后室的清理 没有让专家失望 在棺床东侧的地面上 考古队员发现了 一个朱漆木箱 打开木箱以后 里面发现的文物 瞬间震惊了 在场的所有人 在木箱的上层 是一件十分珍贵的 九流棉 保存的十分完好 这也让所有专家 惊喜万分 在明朝 只有亲王 才能使用九流九珠 这件九流棉 前后一共推着九道流 每道流上 有九颗五彩玉珠 这和墓主人 亲王的身份 正好对应 我帮忙 猪台墓里边 出头的九流棉 这是全国发现的 唯一的一件 就是亲王用的 就冠冕的一个食物 就证明它是威性 所以修复的时候 确实有参考 发解当时之后 有许多不仅仅仅仅的地方 所以有些猪子 可能遗失了 就是我们文物保护 最大的可能 就是尽量的 修有如旧 不再进行大的 也不增添新的珠子 在后世东部的地面上 到处都是玉带玉杯 还有各种金子 制作而成的生活用具 在一个袋子里 专家还发现了 金蛙耳勺 金牙签等 铁生物品 从这些奢华的 陪葬品 我们可以看出 鲁荒王珠潭的 日常生活 十分讲究 在明代 是非常奢靡的存在 最后 考古队员又发现了 一些特别的文物 其中一件古琴 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在签上 刻着天风海淘 四个大字 内部还书写了 木书两行 圣颂龙兴 假身重修 大行 雷威钦主 天风海淘 就形容琴生 就像风 和大海的波涛一样 就是远远不动 非常优美的感觉 所以琴呢 珍贵在哪个地方呢 最珍贵的是 它是把雷琴 如今在故宫博物院中 藏有三张雷琴 其价值都不可估量 可以说是古宝 及文物 除了这把天风海淘 钱之外 考古队员还发现了 笔墨纸燕等文房用品 以及围棋 和各种珍贵书画 随着发掘的深入进行 专家决定 打开珠坛的光谷 一探究竟 然而当他们打开 光谷的那一刻 所有人都被里面 奇怪的气味熏得 睁不开眼睛 棺盖打开以后 墓主人珠坛 终于暴露在人们眼前 只见 他的尸骨 头超向北 腋下各放置了一个小金块 整个尸骨层层 裹在棉被和龙袍里 外层穿着金段四团龙袍 腰上系着白玉带 头的两侧枕着丝带 由于当时的条件有限 考古队员只能将 刚出土的丝织品 拿出墓室 在附近的水库 进行清洗 在清理墓主人 身下的被褥时 专家又有了重大发现 只见在珠坛的尸骨下面 放着十九枚 红武通宝金币 明代时期的鲁王 死于红武年间的只有鲁王王一人 所以 墓主人的身份是朱坛 也确认无疑 然而让所有专家 感到十分疑惑的事 发觉到现在 始终不见朱坛的墓志明 时至今日 一共发掘出土 两千多件门物 墓志明依然是个谜 朱坛是明代第一个去世的亲王 朱元璋为此十分重视 最后 甚至让刘伯温 亲自为其选择陵墓遗址 可见 当时朱元璋 有多宠爱这个儿子 对此 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双击点赞给小七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